機場防疫車隊第一線司機們接種疫苗 上禮拜卻爆出有問獎混打 今晚事後他本人出面委屈澄清 自己沒有要故意闖關 質疑醫院把關疏失 但他也先被送機排班車隊的自律委員會處分 司機被停權防疫車陣最慘可能被取消 只能回歸一般計程車行列 原本以為只有正義起 結果現在又有消息傳出 說其實還有另外兩位計程車司機也被混打 卻沒有浮上檯面 雖然司機表示心情平靜 但也有外界聲音質疑 是否應該嚴格徹查 懲處也應該一致 只是業界人士對於其他司機有混打的事情 似乎都不知情 其他運輸工會同業也都說看報導才知道 實在難以確認 但經過上次混打事件之後 為了不再發生同樣的狀況 指揮中心也表示 以請各接種站 都需要連線衛福部電腦 以健保卡確認民眾是否曾經接種相關疫苗 至於未然如果真的出現蓄意混打的民眾 如何開罰則在眼裡當中 TVBS新聞成功會推全推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